6月14日,包网吧通宵的班主任蓝慧云带着11名学生骑行途经山西探员。 他们身穿蓝慧云与学生设计的红色骑行服,整齐有序的骑行在道路上。 此前,山西朔州一中学的高三班主任蓝慧云带全班网吧通宵引来多家媒体采访。 班主任带全班学生通宵玩游戏的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此次骑行并不是蓝慧云突发奇想决定的。 他曾带过上一届学生从硕州骑行到内蒙古满洲里。 基于上一次的经验,今年他将带着新一届学生骑行到上海,预计15天抵达,全程近1600公里。 这个计划我是从三年前就开始构想的,具体的准备准备了大概一个多月。 但是在后期我自己开车实验的过程中发现,第一个河北的大车也比较多,第二个穿太豪山对孩子们的体力要求过大。 我觉得这个在骑行早期过程中,对他们的骑行企业来说是特别不好的。 所以有最后我把泄路改成一路向南了,泄出了山西,之后在河南穿插到爱徽。 为确保骑行安全,蓝慧云和学生们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配备了药品、生活用品、备用车胎等等。 蓝慧云介绍,骑行前自己对学生每天进行三个小时的拉链,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骑行人数从26名淘汰到11名。 首先我们第一站到的是宁武,然后我们就在那提前歇行,因为刚爬完宁武那个山嘛,结果呢,人家就有个交警叔叔。 你们也骑了这么久,肯定累了,也在专门还给我们热的水。 而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在正好上那个宁武山的半路上,就下开雨了,非常大的雨。 结果一个老大爷,就他那也是个沪山人了,结果呢,你们就来避避雨吧。 我感觉这两件事情对我们的起发挺大的。 在学生们眼中,蓝慧云是一个风趣幽默,有爱心的老师。 骑行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师生情和同学情。 我们就一般在生活中,就叫他直接叫蓝哥蓝哥,就感觉特别清净的,感觉特别的,就确实大家一直不放弃,一直就用力往上攀攀的,感觉就特别团结。 从教青年的蓝慧云,始终对教育保有较高的热情,有着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 作为一个地理老师,我感觉读外界书不如行外里路,很多地理的上面的东西,还得通过现实当中的世界才能获得。 在培养知识这一块,更主要的应该是培养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在培养知识这一块,更主要的应该是培养的,尤其是培养的。 感谢观看